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继续弄了 这个棚顶确实是太难拆除了 我们准备出去找一些比较适合的工具 我们应该买一些这种卡扣钱 现在我们有这种塑料 这种太软了 那它很软 就是在这些特别紧的地方 一抢它先变形 所以我们有这种塑料 我们要出去升级一套铁的或者是钢的 最起码它的硬度够了 所以把它撬出来 我们本来昨天是想去买一些新的工具的 但是北京最近因为一些原因 整个建材市场都不开了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能回复营业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找了一些家里的工具 想试一试看看这个棚顶能不能拆掉 估计用叉子拆棚顶 我们也是独一份了吧 实践表明用叉子非常不靠谱 最后还是使用仰角锤暴力破拆 拆烂了一大半的钉子 终于把顶棚拆下来了 这是我们白段的螺丝的后半部 能看出来它其实就是一种前面窄后面宽 然后带这种防止摩擦的这个纹路 因为这块也是没有弹性的 所以它就特别难 折腾了好几天以后 终于可以铺新的纸针胶和隔音棉啦 指针板的贴法现在争议比较大 一般来说分为整贴和调贴两种 我们的判断最好是剪成小条间隔贴 因为满贴的难度较大 处理不好容易引起共振 也比较废料 调贴就相对容易很多 但是需要注意指针板一定要尽量压实 不然一样会产生共振 铺好指针后 外层配合整铺隔音棉效果更好 虽然我们耗费了很多的时间 在这些改造好后根本看不见的地方 但正是这些看不见的功能 保证了我们后期使用的舒适性 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由于保温棉的快递 因为北京的原因无法配送 建材市场和改装厂目前也都暂停营业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调整计划 先把内部的空间和功能布局设计好 本期花费 指针板加隔音棉1100